疫情期间现在在家里 主要还是陪小孩吧 就是上网课啊 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开赛车 所以我家里有一个赛车模拟器 在家里模拟开赛车 看电视一定都会的啊 我看电视的时间其实也还蛮多的 尤其跟老婆晚上小朋友去休息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独处的时间 所以都会追剧 对会追剧晚上的时候 然后当然中午跟吃饭时间 有儿也会看一下电视 所以平均我觉得每天至少三点五个小时 对如果晚上追剧可能又追到更晚 最近吗 最近在追那个上时 古装 因为我觉得他拍的 我觉得很有趣 他的衣服的造型就很时尚 然后把美食 尤其晚上看其实很痛苦 因为他都会特写 然后把食物拍得很细腻 然后很Q弹很好吃 然后那煮的过程 对 买电视啊 哇 多重考量 不只是从外观 甚至他的画质 声音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电视对我来讲是 应该是家里面我觉得 对于我来讲最舍得花的 最舍得花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是整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摆射 不只是摆射 他的功能 对你 比如说娱乐也好 挂上去也好 他算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 一个摆 不只是一个摆射品 他的功能性非常强 我家里有多少电视 我很难算你知道吗 因为有投影的 正好我连厕所都有电视 厕所的镜子里面都砍电视 然后很多空间都会放 那因为我不想去漏掉很多的资讯 因为电视不只是电视 它甚至是一个荧幕 它可以放很多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希望 它甚至是一个让你可以心灵放松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很多空间都会有 它甚至是会动的 所以我希望是每个空间 它甚至是有动的感觉 它可以活化整个空间的氛围 所以我很多地方 所以你真的叫我细算 我不太好细算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 我身后这一台Neo QLED 8K的 因为让我真的感受到 它的一个细腻度 跟它的这种立体感 就像我这个距离看 感觉很像裸式3D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想象到 说现在电视已经可以精致细腻度 做到这么立体感 然后而且它的声音 是整个把你这样包围住的 尤其它这么薄 因为到后 因为我电视是从最早期 一路买 一出新款就买 就是从最早期电浆 对不对 LED 然后这样 OLED到QLED 这个过程我是每一代 不停地去更新 所以当然我觉得今天 这个是最让我惊艳到的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 它的本身的功能 比如说可以电竞啊 32比9啦 甚至四分割啦 然后甚至还有它的一个NFT啦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很多 甚至它的一个配件 可以这样转值的 等于是照顾到每个年龄层 甚至它的每个功能 每个软体 我觉得是整个都涵盖住了 所以这让我整个 所以每个功能 我觉得都很喜欢 像这个投影的功能 我觉得就很适合 我觉得不管是老婆 小孩 还有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投影的功能 因为我觉得投影的功能 可以千变万化 甚至可以把一面 简单的墙 甚至地板 天空 它可以投各个地方 像我自己家里 客厅是星空天花板 我自己就用光纤 一个洞 大概0.5 0.6 一根一根这样钻 那有这个投影的功能 可以造整个星空 其实造整个海底世界 像我就喜欢去 去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出来 因为现在其实很流行 元宇宙 那其实我是喜欢改变 像我的书房是 电控玻璃的书房 那电控玻璃的书房 之后再加投影上去 所以我的书房 是可以变海底世界 可以到外太空 可以到大草原 随时可以任意做变换 所以这个我觉得蛮好 就不用再局限于 以前这种大的投影 的固定的位置 然后就外露 那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投影灯 的这种感觉 而且又可以无限 我觉得非常的棒